嗨,我是Layla 今天会和你一起继续到爱博台省省提名的官网上去看它第三类项目 自顾努民省提名的申请方法 这个项目在官网上列出来了一共是四个步骤 如果你对这个项目感兴趣的话 就千万不要错过哦 另外,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频道的朋友 这里除了会和你分享移民加拿大的信息 还会和你分享英语学习 尤其是雅思考试高分的技巧 海外生活等等 欢迎你订阅、留言、点赞和分享 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对你有用的干货了 我们打开爱博台省省提名的官网 网址是www.alberta.ca.aimp.aspx 之后点击aimp 也就是爱博台省省提名项目的简称 下面service and information的第二大项 how to apply 之后点击selfemployed farmer stream 查看爱博台省自雇农民省提名的申请方法 官网写明爱博台省自雇农民省提名的申请 一共要经过四个步骤 第一步要仔细阅读aimp的条款 这里主要是声明aimp的项目和种类 是根据申请者的数量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决定的 它可以不提前通知就随时关掉省提名相应的项目或种类 也因为关掉或暂停相应的省提名准类因此可能会拒绝申请不论这些申请是什么时候提交的就是一样的官方的声明大家有兴趣的尤其是喜欢读用户条款的朋友可以之后再自己研究研究 第二步下载文件清单并且完成表格的填写 我们可以用这个aimp self-employed farmer stream documents checklist来完成申请 我们点开来看一下 这里给出了一个表格 这个是aimp自雇农场项目所需要完成申请的清单 另外这里说 在你提交你的申请之前 我们强烈建议你来联系一下爱博塔省的农民部 同时给出了邮件地址 如果你所提交的文件有缺失的话 那么申请有可能会被退回或拒绝掉 之后就列出了我们需要提交的一些表格 包括了aimp004 这个要原件 cic的表格 要有复印件 复照复印件 学历认证 推荐信 之前还有朋友留言问我说推荐信的问题 其实真的你到官网上看 这些都列得非常清楚 比如说这里 自雇农民推荐信这一栏就说得非常明白 必须要有你的签名 日期 并且有你公司的抬头 整个推荐信 需要写清楚你的职位 job title 主要的工作职责 和所需要的教育背景 工作的时长 还有可能需要包含你现在已有的农场业务的财务证明 那这些要求呢 也可以同样在爱博塔省 AOS机遇类省提名 文件checklist的那里找到 意义的话呢 可能是后面它私下发邮件给你的文件列表里面有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 其实都可以自己动手 先到官网里面仔细地查看 基本上所有的答案都在这里 而且如果有任何问题不清楚的话 他一开头也说了 说他强烈建议你去联系他们 那也没什么可想的 就直接去联系他们就好了 邮件和电话都公司在网上公开透明 没有什么需要关系或门路才能拿到的信息 接下来的细节大家再自行去查看一下 我们再返回来 下面又列出来了需要提交元件 并且要有签名的两个文件的下载连接 AINP004还有00B中介用的表格 在下面呢就是你需要提供复应件的文件等等 最下面还给了一个连接 是IRCC对于省提名填写表格的指导 里面也包含了很多的信息 包括说能用的符号啊等等 大家可以研究研究 实在不懂大不了邮件什么的发过去问就好了 接着我们看第四步 第四步就是邮寄你的申请 保留一份复印件 然后把他所需要的材料的元件 寄到下面这个地址 那么爱博塔省第三类省提名项目 四顾农场申请的四个步骤 我们就过完了 我个人觉得因为这个项目 其实你是准金主 所以大家可以有一些爸爸的心态 不用太去跪舔他 当然也不是很骄傲 就是平常心去对待就可以了 只要是符合标准的人才 我觉得省政府是不会放过你的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别忘了点个赞哦 在下面是申请完成之后 一个注意事项是 来自AINP的邮件结尾都是 atgov也就是government的缩写 gmail、hardmail、yahoo这些邮件 都不是来自于爱博塔省政府的 如果收到了可疑的邮件 可以和当地警方联系或是通过下面的方式打电话和发邮件联系他们 申请完成之后 爱博塔省的农林部会评估申请 在这个评估过程中呢 你有可能会需要本人亲自参加一个来自于爱博塔省政府的代表队 对于你进行的访问 差不多算是面试吧 然后去看一下你是否符合AINP的要求 如果我们想要看这个农林部是否收到了我们的邀请呢 就需要去查看快递的进度 如果农林部的爸爸们表示十分满意 那么他们会进一步把你的申请推荐到AINP那里做评估 AINP收到你的档案之后 会发一封email给到你 同时告诉你你的AINP档案号码 如果是请中介帮忙申请 那么这封邮件在发给你的同时 也会抄送给你的中介 之后的这一部分是要我们保证我们的材料是最新的 需要按照AINP工作人员的要求来提供信息 除此之外 唯一需要我们提交的四类文件是 1.地址、邮箱和电话号码的变化 2.家庭状态的变化 3.财务状态的改变 4.商务计划或提案的变化 如果有上述所提到的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这个链接提交给AINP 提交的时候 记得要把你AINP的材料号一起包括在提交里面 这类更新信息的提交 AINP是不会给你发确认信的 如果你想要确认 那么就还是要去查看邮寄进程 如果我们的申请被通过了 我们就会拿到一个省提名 并且收到一封电子邮件的通知 包含了很多文件 我们要仔细地阅读这些文件内容 因为这些文件会告诉我们 之后如何向移民局提交永居的申请 更加具体的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 What to do after you are nominated 如果你的申请被拒绝了 可以去看看他们因为什么原因拒绝了你 说不定可以去申诉一下 是否符合申诉的条件 可以查看之前的这个视频 最后是一些其他的相关文件 比如如果我们使用移民中介进行申请 中介需要填写的008B和008A的表格 并且要让AIMP知道你使用的中介的变化 信息变化通知表 添加或移除家庭成员的表格等等 最后是我们可以和他们联系的contact form 好了 那么官网上列出的关于Alberta省的三类省提名项目的申请方法 我们就全部都撸了一遍了 我个人觉得其实已经相当清楚了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AIMP的态度也很积极 说欢迎各位邮件和电话询问 如果你本身就已经在Alberta 我觉得你甚至可以直接跑过去问问 其他的细节部分 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再回头自行研究一下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对你产生实际的帮助 下期视频我们去看一下 收到Alberta省的省提名之后 我们都需要做哪些工作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Have a nice day Bye bye